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李寧思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坤 一號表示 要降低政府部門的開支 騰出更多財政資源 支持民生 以政府過緊日子 換老百姓過好日子 劉坤進一步介紹稱 財政部門要嚴格落實 過緊日子的要求 當好鐵攻擊 打好鐵算盤 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 例如中央部門帶頭 嚴格支出管理 一般性支出連續四年 押减 去年中央部門支出 預算安排下降2.1% 實際執行中下降了3.5% 把錢花在刀刃上 重點支出的保障反而得到強化 他說 疫情三年來 全國財政收支平衡 財政保障情況 並未受到一些地方政府收入下降的影響 而在民生支出方面 劉坤表示 要用好中央財政就業補助資金 支持減負穩感闊就業 還要做好教育醫療方面的保障 同時也要繼續加大 再完善生育支持 應對人口老齡化 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等 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歡迎儀式 並且和盧卡申科舉行會談 習近平表示 中白友誼牢不可破 願同俄方一道努力 願同白方一道努力 推動兩國關係 在高水平上健康穩定發展 兩國元首還就烏克蘭危機等問題 交換了意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 舉行儀式 歡迎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天安門廣場上 明禮炮21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委員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立峰等 出席歡迎儀式 陪同盧卡申科訪華的 有中央銀行行長 第一副總理 外交部部長等 軍樂團奏白中兩國國歌 中央秋朗 卢卡申科 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卢卡申科 是应习近平邀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再看另一则新闻 俄乌战士持续胶着 俄军加强进攻巴赫木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承认目前巴赫木特的战况艰难 泽连斯基的一名顾问 更向媒体透露 必要的时候 乌军可能会从巴赫木特 战略性撤退 俄罗斯国营通讯社 发布视频片段 显示俄罗斯的苏尔武攻击机 在巴赫木特上空呼啸而过 视频片段中 瓦格纳集团雇佣兵表示 很高兴这是俄军战机 并说令他们士气大震 乌克兰军方1号表示 俄军正在集结及加强进攻巴赫木特 军方在简报中表示 俄军继续推进 不会停止袭击 随着俄罗斯军队继续多路围攻巴赫木特 乌方承认 当地局势目前极其紧张 在巴赫木特的查西夫亚尔镇 遭到炮火波及 有超市重弹发生大火 有乌军坚称不会放弃巴赫木特 乌方称已经对俄军集结区 发起了三次空袭 即在前线不同地区 击退了俄军85次攻击 俄乌两军对巴赫木特的争夺战 已经持续数月 乌克兰军事分析家指出 俄军在巴赫木特以北取的突破 以强行打通两个村庄之间的通道 企图切断往西 通往查西夫亚尔镇道路 他指巴赫木特北翼的这一突破表明 俄军对乌方的威胁正在加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28号的晚间讲话中表示 乌冬重镇巴赫木特 仍是当前战斗最为艰难的地区 且战斗只会日益激烈 据美国媒体报道 乌总统顾问罗德尼扬斯基28号透露 必要情况下 乌军可能从巴赫木特战略性撤退 另外乌军方指 俄军在晚间八次向尼克波尔发动攻击 当地官员指 四个社区遭到敌人的重炮火力攻击 目标包括天然气管道 电网等 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上网 另一方面 俄罗斯一号向议会提出修理 新法进一步加强审查 诋毁武装部队和志愿军 例如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等组织 最高将面临15年监禁 目前瓦格纳雇佣兵正在围攻巴赫木特 雇佣兵领袖普里格任在1月份时曾抱怨说 有博主和社交媒体诋毁其士兵 但根据现行法律 没有人受到惩罚 俄议会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表示 任何公开传播关于部队的故意虚假信息 将可根据刑法修正案予以处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俄罗斯境内多地连续几天 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其中一架无人机在距离克里姆林宫 仅有不到100公里处撞树坠毁 引发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防疫系统的质疑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7号 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一架军用无人机在莫斯科附近的 古巴斯托沃村坠落 据称 这架无人机袭击的目标 是位于莫斯科郊区的一个 俄气公司天然气压缩机站 距离克里姆林宫仅有约80多公里 一名俄气代表向俄媒证实 这架无人机应该是在接近目标前 撞上树木 最终坠落在压缩机站围栏外10米处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 俄军击落了两架 袭击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和阿蒂格共和国民用基础设施的 乌克兰无人机 当地有民众拍到疑似被击落 无人机的残骸 同日上午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 突然暂停飞机起降 原因是在附近发现不明飞行物体 俄罗斯当局当即派遣战斗机前往调查 临近乌克兰边境的 别尔哥罗德州27号同样遭遇三架无人机袭击 其中一架还飞越了首府居民区 一所公寓的窗外 俄罗斯当局表示 无人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毁 但连日来发生的多起袭击事件 已引发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防御系统的质疑 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表示 近期的无人机袭击 可能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 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前兆 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令 加强边境的防御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刚刚俄罗斯国防部又发表一则消息 说是就是今天的晚间 有这个十多架无人机 袭击了克里米亚 当然了俄方的报道说 已经全部都被击落 那么我们看从27号28号 一直到3月1号 在各地从这个莫斯科州 南部也叫科罗姆纳的一个小镇 它是12世纪的一个古镇 非常之优美的一个这个古老城镇 它距离这个莫斯科呢 那当然是很近了 这个昨天呢也有无人机 那么呢 像这边境的城市 克拉斯纳德尔啊 或者是这个比尔格罗德呀 或者是布里亚斯科呀 那是经常是出现无人机 那么这个无人机 频繁地进入俄罗斯 到底有何用意呢 我们看到这有些无人机啊 就明摆着的 那上面是有这个乌军的标志 还有呢是以这个俄罗斯以前的 这个旧的这个飞机改装的 但是呢 乌克兰的总统 办公室的秘书波多利亚克 他呢我看到他在这个推特网上说 他说我们不会去袭击俄罗斯的境内 不会袭击俄罗斯的领土 他说我们做防疫战争 我们就是要把俄罗斯呢 从我们的国土上赶上去 赶出去啊 你看一边是很明显的 都认为是这个乌克兰放的无人机 但是呢 这个乌克兰方面就是不承认 他做他的 你说你的 包括这个当时那个克什大桥被炸 乌克兰至今都没有承认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还是想造成一种 在整个道德和这个公理的这样一个高地上啊 他没有去这个进入俄罗斯 但大家心里都有数 就像以色列呢打这个伊朗 他从来不说的 而且呢 在到底是在这个战术和战略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这个动因 或者有什么意图 一方面呢 刚才我们听到报道了 显示出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啊 就是很烂 这个无人机 他应该是确实低空飞行的 所以他经常是撞到这个树枝上 树林上就掉下来了 那如果是没有撞到树 没有被树枝给拦下来呢 这就很危险 所以说这个低空进来的这个无人机啊 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好像不行 俄罗斯的防御系统呢 比他的进攻系统的相比之间呢 相比之下呢就差很多 一个这个头重脚轻 这样的一个防 这样一个战斗体系啊 是进攻型的 后背没有防守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这是不是准备 做这个一些大规模的 反攻的一些这个前奏 这个呢 因为乌克兰根本就不承认 所以呢 这个道义又没有什么关系 很难说 但是呢 不断地骚扰俄罗斯 给俄罗斯国内居民 国内的官员和各城市 造成恐惧或者恐怖啊 这肯定是有这个意图的 你看 普京昨天 已经又召开这个 情报和安全工作会议 查这个无人机 为什么防不住 圣彼得堡机场啊 这个居然居然关闭 当时出现很多事情 而今天我们知道 对于乌克兰来说 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样 3月1号 是进入春天的第一天 春季的第一天 它是3月份是春季 6月份是夏季 9月份是秋季 12月份是冬季 那么他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啊 库雷巴宣布说 我们度过了历史上 最艰难的冬天 但是呢 俄罗斯人没有战胜我们 我们呢 已经将迎来春天 好 看看另外一个新闻 20国集团外长会议 将在3月2号 与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来自40个国家的 外长代表及国际组织人士 将共同出席 就乌克兰战争 大国竞争加剧等议题 展开讨论 多国外交部的外交部长 还有些代表呢 已经陆续抵达了新德里 3月1号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胜 和英国外交大臣 克莱弗利 在新德里举行会见 并且就2号的 外长会议议程 交换意见 印度作为本届 20国集团主席国 希望会议的气候变化 第三世界债务等议题呢 不要被俄乌冲突所掩盖 近日 欧盟外交政策 与安全高级代表 伯雷利就说 印度的外交能力 有利于敦促俄罗斯明白 战争必须终结 有消息人士指 如果外长会声明 不谴责俄欧冲突 那么欧盟方面将不会签字 俄罗斯驻新德里大使馆 28号说 俄方愿意开放讨论 导致当前全球危机的 煽动因素和原因 但同时认为 是美国及其盟友 将世界推下了灾难的边缘 我们可以预料 这次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 不会有什么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20国集团里边 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我们知道20国集团 它是一个全球经济合作的论坛 它在1999年在波林 举行第一次论坛的时候 当时就是七国集团 加上金砖五国 还有七大经济体 就包括土耳其 印尼 阿根廷这样的 还有就是欧盟 正好是20个国家或者经济体 那么那个时候 1999年我们要知道 当时正是全球化 最蓬勃的时候 又过两年 中国加入了WTO 也就是说20国集团 是全球化的合作的产物 可是今天 世界正在被颠覆性的改变着 它向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 就是去全球化 去全球化本来在战争之前 就已经出现 而战争一爆发 这种20国集团的会议 根本就开不成 特别是外长会议 这个布林肯 他在中亚访问之后 直接就去辛德里 中国外长秦刚去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已经到了 辛德里 还有这个日本外长 日本外相倒不去 所以印度方面表示非常遗憾 到底为什么不去呢 回头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但是我感觉呢 不但这次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 不会有结果 因为东道国就像去年印尼 早都放风 说我们不要谈俄欧战争 但是你不谈不行 那么这次呢 印度也说 咱们谈这个第三世界债务问题 谈这个经济这个 这个全球化的问题 不是全球化 是个气候的问题 但是呢 欧盟说你如果不谴责 俄罗斯的话 这声明没法签 而且呢 它现在会出现 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经济体呢 出现严重分化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我想不仅仅是 20国集团外长会不会有结果 今年印度做动的 20国集团峰会 当时会不会打完仗啊 再说 你打完仗 那到俄罗斯算什么地位呢 对不对 如果俄罗斯输了的话 那么这个集团 俄罗斯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角色 所以我认为将来可能 20国集团随着全球化的分裂 随着战争 导致这个东西方的对立 随着世界越来越集团化 阵营化 那么这个20国集团这个论坛呢 将来会不会不复存在啊 都很难说 现在请看 凤凰文字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部队的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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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号表示 未来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将不会 将不再完全依赖美国的打击能力 岸田文雄在当天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 围绕拥有打击敌方国家导弹发射基地的反击能力 表示 设想今后不再完全依赖美国的打击能力 反击能力的运用方面将由日美合作应对 在日美同盟中 日本自卫队一直作为代表防御的盾的角色 美国则扮演代表攻击的毛的角色 对此 岸田表示今后日本也可能承担部分毛的角色 关于反击能力 岸田指出 这是旨在守护国民生命免受导弹攻击的盾的能力 他并且强调说 行使反击能力绝对不能引发违反国际法的情况 作为首相将做好心理准备来应对 韩国总统尹熙月一号表示 面对全球复合性危机以及朝鲜核威胁等安全危机 韩美日三国间的合作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尹熙月当天在首尔出席韩国三一独立运动 104周年纪念仪式并致辞 他在致辞中再次强调韩美日三方合作的重要性 尹熙月还称 日本已经由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成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的伙伴 他表示 韩人两国正在安全及经济议题上展开合作 并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尹熙月此番表态遭到韩国主要反对党 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的批评 李在明表示 没有人会反对与日本建立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 但如果日本不愿为其曾在韩国进行殖民统治 承担责任并做出赔偿 双方的信任关系就无从建立 韩国总统市28号发布消息称 韩美日三方代表27号在美国夏威夷首府谭香山 举行首次韩美日经济安全对话会 会上三方代表对在太空探索 量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展开合作 扩大专业人才交流 以及保障半导体等产品的供应链稳定等议题 进行了讨论 凤凰外势综合报道 再补充两句关于新德里的20国旗团外长会 这个布林肯已经放风说 他在这个外长会上将不会和俄罗斯 中国外长会面 俄罗斯肯定不会会面 和中国呢 外长秦刚 是不是有机会 本来大家觉得是不是再说谈一谈 那么他已经明确表示 他不准备和中国外长会面 那到时候怎么样呢 咱们再看 那么在同时呢 美日韩这三国呀 在谭香山举行了副外长级的 首次的这个对话 叫经济安全对话 日本的副外相 韩国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 他叫外交部副次长长官嘛 还有这个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 士尔曼参加 这个会议是非常之重要 他是跟美日韩三国在 号称是针对中国呀 还有这个世界格局呀 摒弃前嫌 携手建立一个经济安全 主要谈的高科技 那么在这方面呢 他们韩国和日本 我们知道他有夙愿的 今天正好是3月1号 3月1号是什么日子呢 在韩国来讲 他叫三一节 1919年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大韩民国的 大韩帝国的开国皇帝高宗 当时已经被迫退位了 突然之间呢 这个就浑身就出现这个异样啊 这个皮肤出现这个巨变 就死亡 当时呢 这日本是占领了韩国 这个韩国皇帝就变成傀儡了 被迫退位了 人们就怀疑他是被日本人毒杀的 这是1919年2月份 后来呢 就掀起了一阵的反日 要求独立的这样一浪潮 就是1919年3月1号 大回谋的反日运动 后来呢 这个韩国就把这叫三一节纪念 这历史上的抗日反日 这样的一个民族节日 而且在这一天呢 美日韩三国在檀香山举行了 面向未来的 一种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 而这个尹锡悦呢 也在今天表示说呢 要和这个日本呢 要开展一种新的关系 这个尹锡悦上台以来啊 这个和日本的关系 不断地在加强 那么多界的前总统 都不敢走到这一步 而现在呢 他以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为由 在美国的这种这个 敦促 或者是这个撮合之下 这是日韩战后以来最好的一种关系 所以谭香山这个会议呢 加强美日的科 美日韩的科技联盟啊 明显就是面向未来 加强他们的竞争力 那么对美国来说呢 那当然是 两个左膀右臂了 特别是加强了 美日韩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 日韩的同盟加强 好 再看另外一个新闻 希腊北部2月28号深夜 发生火车相撞事件 死亡人数上升到最少40人 85人受伤 商场中有66人住院 其中6人处于重症监护室中 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事故嫌疑人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暂未收到中国公民 在事故中伤亡的报告 希腊政府宣布 由1号几全国哀悼三天 事发希腊北部 一辆由首都雅典开往北部城市 塞萨洛尼基的客运列车 在行经第四大城市 拉里萨附近的腾笔河谷时 与一辆货运列车迎头相撞 撞击导致客运列车前四节车厢出轨 车厢严重受损 窗户破碎 碎片散落满地 头两节车厢更适应撞击后的大火 几乎完全被毁 事发时 客运列车上大约有350名乘客 当地政府出动多辆消防车和救护车 前往现场扑灭大火 搜救被困乘客 拉里萨地区治疗烧伤的医院 进入紧急状态 临近城镇的应急救援人员也被征召 当局还表示 已经联系军队协助救援工作 最后请您热买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离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